我们的一个新的专题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很喜欢买高配息 高配息同时如果搭配高田息 甚至是今年股价就算不强 它偶尔刚好有一些回档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布局的低阶的好时机 其实录影之前 秀昂老师他说 燕燕姐你挑这磁党股票 你挑的逻辑有时候跟我不太一样 那我就说明 这不是我快的 这是电脑快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针对产业龙头股 因为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龙头股我觉得就算它回档 也不会下事 所以第一个相对安全 那第二个我挑选的准则是 透过电脑来挑选的准则是 配息的年数至少要十年以上 而且第三个 连续十年都要填息成功 很厉害百分百 真的我一档一档 确认真的是百分百填息 一定要填息成功 不然你配息配那么多年 或者是就算配个五八六花 你不会填息成功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帮大家筛选的这几档呢 第一名是核泰车 连续配息是28年 那么平均殖利率没有特别好 大概是三拍多 可是这十年平均的天息的天数是31天 崇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 这个半导体的通路商 也是连续配息配了二十几年 这十年的平均现金殖利率6%多 而且今年以来的股价的涨幅还有一成之多 其他像是如虹 如虹是我们另外一个来宾 雷浩斯他非常喜欢的股票 如虹呢连续二三年配息 不过他今年以来股价比较弱 是跌了二三% 维新待会老师会特别分享 维新呢是这十年的现金殖利率 平均有5.86% 今年以来是跌了二几% 但也许有跌升反弹的契机 然后其他包括经济 台积电台药 世界先进东元 家里大龙等等 我们不细念 我们讲几个重点 包括像经济呢 这十年来平均的现金殖利率 也有5.46% 那就今年股价以来的涨幅 大概就是东元啦 传台股相对是比较 能够吸引一些资金的进驻 今年以来呢 股价是涨幅2% 那所以先给大家一个小结论好了 虹老师觉得这些股票里头 有你比较喜欢的吗 当然有啊 有喔台积电 我们刚才讲到半导体嘛 其实这里面跟半导体有关的 就有好几家公司啦 那当然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 你要去思考 如果在接下来 如果电子的需求被递延了 那你会把钱花在什么上面 那它这个产业 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触底反弹的一些内容啦 那我会稍微来解释一下 但不管啦 因为燕丽所选的这些 其实都是产业的龙头嘛 对 电脑镜 对啊 这些产业的龙头 基本上它就有 它的一个优势在 那你只要再搭配什么 其实它就是说好公司 再搭配好价格 对 这个是重点啦 如果我们可以在相对便宜 相对成本低的时候进场 我觉得中长线赚钱的机会 还是在的 对啊 就像到目前为止 我都一直觉得 大力光是好公司 但是如果你买到 六千元 就不是好价格了 但是如果你买到 一千七一千六 那或许就是一个好价格了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好公司 要能够长期的让你获利 一定要建立在好价格上 那至于好价格 要怎么去做品 其实从财报分析 我们常见的 有两种财报分析 计算好价格的方式 一种就是 本益比法 一种就是 股价净值比法 那本益比法 它其实就是用 EPS乘上本益比 得出合理的股价 那股价净值比 就是用每股净值 然后乘下净值比 得出它合理的股价 那这里面会有一些变数 比如说EPS 有过去的比如说近世纪 也有预估的 那它就会牵扯到两种 不同的合理价格的判断 那另外本益比 它又分为用过去的 还有比如说固定式的 甚至用240天的平均值 然后甚至还有预估的 那按照这个不同的倍数 就会有合理便宜 合理昂贵的一些区间 那净值比也是一样 净值比其实它更是用在 更多股票的一些评价上 是因为它可以将一些 获利起伏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也把它平均起来 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些判断 那基本上你用这两种的 这种本益比或是净值比 也是法人喜欢用的 大部分都可以把 很多的公司的 合理的价格的区间 给试算出来 对 其实补充一下 像股价净值比的话 通常我们会用在一些 景气循环股啦 比如说像一些原物料股 面板股等等 那这种就是起伏比较大的产业 用股价净值比 我个人觉得比较不会失真 当然有些法人 或者是有些专业人士觉得说 这种起伏比较大的公司 有些人会比较倾向本益比 但我自己的习惯 是比较习惯用本益比 那如果要本益比 就要用预估的 就是要预估的EPS 乘上预估的本益比 这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好 其实每一种方式 大家都可以去学习 然后看哪一种方式 是最适合自己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